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茶经》 我今天讲《药方四章》 因为之前讲过《撒玛利亚法人》的问题 以及他跟耶稣基督的对答里面 充满了一些很想 耶稣是很想跟他谈计的 不断地跟他谈计 就是他讲给水渴 对方讲水 然后问我拿水什么 他讲水,知道吗? 讲一讲水,水变成另一样东西 就说你为何这个时候来打水 就是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犯奸淫的女人 但问题就是 他有一个犯奸淫的女人的时候 耶稣没有把我推开 反过来就是 他说不如叫你的husband 让他不需要这样再来打水 其实概念本身就是 你要这个时候来打水 他本身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问题 就不可以同征 跟神祖的女士一起来打水 免得他们谈计 因为他自己的罪问题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打水 本身是带着一个shame的行为 就是他有一定的羞耻 在里面 所以因为羞耻 他们才需要在这个时候来打水 但他又要喝 就跟他的爱情观一样 很美丽的一样东西 他不断地在婚姻里面寻求他的爱情 但他找不到 所以不是一个男人 但是他这个女士的第二样东西 很特别的一样东西 就是他对神汉的知识不会少 对不对 他可以跟耶稣顶下嘴 再拼下嘴 再说一下话 至少他不是一些无知乎的 所以因此他又有成五个老公 其实他外表都是attractive 即是他可能不会狡同 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的思维 但是他有知识 但是他也有美貌 所以因此可能他是seek for something 所以因此在这个意思里面 就是说你有没有seek for一个perfect one 可以将你心里面的空虚去填补它 原来耶稣律就说 我就是那个perfect one 而他见得到那个撒玛利亚富人的时候 他不会当那个妇人是一个罪人 即是他已经知道他的犯罪 但是他不会seek her as a sinner 他seek her as一个可以沟通 可以聊天的人 一个耶稣也很有兴趣跟他聊天的人 所以到最后 他将自己尼职的身份 因为那个女士在问的时候 开了给对方看的时候 对方就突然之间觉得 一切都不重要了 很有趣的 他去试习的时候就说 大家来看看这个人把我以前的罪 全部都说出来 他会不会就是个尼赛亚 因为他这个见证信了耶稣 当然在他跟耶稣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之前你说的时候我已经信你了 谁知我真的来见他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他就是尼赛亚 因此这个福音在整个撒玛利亚 那个区那里爆开 所以因此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件事了 那奸人是不是三章十六节前后 和尼哥底部对比中间的罪呢 当然这件事是不好的事 但是原来 这个罪不会令到他 他惧怕耶稣基督的光 甚至 他甚至拿这个问题 他未改 就是 之后有没有悔改 那些我不说了 但是在这一刻里面 他正正是用自己的罪恶 你证实了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圣灵安排了这段故事 放在三章十六节后面 而三章十六节的判词 原来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原来 真正正正的罪呢 这些都是问题来的 一定是问题 这些不是好事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 原来有很多的问题里面 有很多的罪里面 等等 有人说听不到 No sound 听不听到 Emily 不好意思 日本的朋友 我这边是有声音的 那我有另外一个 我太太在看近 我太太在看近 听到声音的 其实我们这边是没问题 你那边可能还没开声 或者是视频里面开声 尝试帮一下那边 然后再开个声音出来 所以因此结束 他说回 耶稣不会介意他 因为这些罪 的确是罪 但这些罪 其实在十字架上 全部都得射灭 真的 唯独在 尼哥底墓 代表法律床的问题里面 就是他没有办法 去容忍那一件事 就是宗教的偽善 玩宗教 玩偽善 因为他从此不能够相信 基督的十字架的射灭 只能靠自己的行为 上次他想在那边的时候 上帝里面看得到 就是说你连基督的十字架 都不可以射灭的罪 那还有什么比这个罪更大呢 上次朋友 兄弟姐妹记住一件事 不是我们的行为 不是我们 杀出基督的人 可以叫做 override 了上帝给我们的射灭 唯独一件事就是 当我们依靠自己的行为 不再依靠 上帝对我们的 绝对的射灭的时候 这种不信 不信 就完全令到你 全部的东西都不得射灭 那么 有什么意思呢 你要依靠自己的行为 在上帝面前说 乖些不乖些 对不对 你不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和自己对他的 所相信这件事实的完全性 有多少判断你 自己和上帝中间的关系 那你还 怎样叫做 相信你自己罪得射灭 对 从另外一班朋友说 就算你做得很好 对不对 就算你做得很好 我让你三五七年在这儿做 做到你麻木了 你能不能够保守你 第三五七年 第三五七年 第四六八年是怎样呢 第五七九年是怎样呢 那你是不是那时候就说 没什么所谓呢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虚偽的人 对不对 要做就做 做不到法律赛人的义 都不用自己进入天国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你要靠做的话 你就一定要 劲过那些法律赛人 法律赛人所守的一切 你让他守得更尽 更真心 不要骗自己 就是说 这些东西不用了 就是你不认真 对不对 这些东西不用 那法律赛人 难道不知道这些东西不用 但他连 知道这些东西不用 他也做了 这些就是他们的真心 你试试 你喜欢一个女孩 你说 情人节不用买花的 这些心灵 那这些就是 那为什么你觉得 不可以做完他 就算你觉得不重要 你做不做 如果觉得不重要 你也做完 那就是你的爱心 还有你的动力 那你就像个男人 你说觉得没什么所谓 那你自己骗自己 自己说没什么所谓 可能那女孩真的觉得没什么所谓 可能他看见你这样的样子 也觉得没什么所谓 你送给我也想 你送给我也想 扔在一旁 对不对 可能这个态度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 其实这些不是 不是真心 不是你的动力 真真正正爱一个人 本身就是 你觉得没什么所谓 你也做完他 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所谓 怎么不做 Anyway 这个才是 突破自己自己欺人的概念 上次在撒玛利尔苦人里面 看到一个真心的人 是上帝所悦纳的 去去危危的那些 就算你多么 冠冕堂皇 没意思 因为你的心根本不在 你的信根本不在 Anyway 好了 欢迎吧 那么就有了 四章 所以因此我都在不停地问自己 究竟我传福音 讲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为了要在任何兄弟姐妹里面靠什么 现在完全不用了 我随时可能都赚得高过很多的兄弟姐妹的工资 没什么问题 不用贪这些木为钱 做这些该会的事 圣经的真理 就向你显然 就是说 上帝祝祝我们 我们就可以继续祝祝大家 很简单 而我们服事的目的 是为了主耶稣基督 不是为了人的宗教 也没什么兴趣去理会人的概念 那些中派的问题 我们是denominationless Anyway 好 那我们过了撒玛利亚妇人的位置 我们知道一个种子放在里面 整个撒玛利亚区都知道 尼采亚来了 都知道耶稣基督来了 好了 那么27节 当下门徒回来 就稀奇 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指示没有人说 这个是约翰福音4章27节开始 他当撒玛利亚妇人改变了 和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整个撒玛利亚区变了的时候 原来耶稣就饱了 那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饱了 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 指示没有人说 你是要什么 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没有人投诉耶稣 为什么和撒玛利亚说话 因为 他们对上帝派下来的人很尊重 他不会去怀疑他 他不会去见到这件事 去挑战他 你为什么和一个这么火辣 这么美女的撒玛利亚妇人 别人都知道是淫妇的人 这样聊天 你是犹太男人 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作者会有这句说话 因为这个图片其实在他们的眼里很诧异 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 无端端 我想都可以的 David 旁边有一个 穿得很小衣服的 很 sexy 的女孩 见我神迹凝重地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相信我身边的人都不敢问我 为什么你和这个这么火辣的美女在聊天 其实没有意思的 你真正在做上帝的事的话 其实大家 都会看在眼里面的 所以没有人会问 为什么你要跟他聊天 那夫人就拿水罐子往城里对着人说 这本来看 就证实了他是耶稣基督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 你拉比请吃 这个故事来说 拉比请吃 因为刚才我们出去买病 他都聊完几时 原来买病回来了 拉比,路斯请吃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到的 门徒就对文说 难道有人拿着什么吉他吃吗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 旨意 造成他的功 这个概念 耶稣不是说一些很适合的东西 真是 上帝是这样的概念 上帝本身不是想在这个世界里面 找任何东西 即是他不用靠你去做些什么 他才是适合的 上帝本身是反过来 希望你可以找 找从上帝的上帝 是承受和制作 如果承受和制作 不需要你给任何东西 希望你可以从他那边拿去 那他就会舒服 因此 耶稣想说 当你做上帝的功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感到爆竹 你真是能够肥养得到别人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生命改变 别人的一切改变 别人的智慧增加了 无论如何都好 你反过来 你的feeder就会满足 这个就是要看清楚人心是怎样 你去服事的时候是要求回报 还是你去服事的时候希望他们的生命是satisfy 是不是真的这样你就会satisfy 是的话你就会得到耶稣基督绝对是这样 不是的话不要紧要的 你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 自己没什么问题 所以因此 他的食物本身就是人 如果从他身上draw 那他就satisfy了 所以因此 兄弟姐妹不好 常常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这句话 千万不要跟上帝说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生命是需要 还有你可以多拿些请你多拿些 为什么 你不能拿货给其他人的 你拿之后你也可以给其他人的 所以因此 记住从上帝身边一定要不断的draw 造成他的旨意 你门起不雪 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就是用世界的眼光里面 你觉得未是时候 但我告诉你 举目向田观看 庄价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公价 積蓄五谷到荣生 你能够做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path 你的生命都是充满了腐足的 是很不同 跟那些不断地在下面 始终都是人说什么 我们听什么 那些都好的 但问题是 境界不同 是差很远的 收割的人得公价 即速五谷到荣生 你帮上帝收割的话 你就会得到上帝给你的生命的掌上 就好像我们不断努力去收割的时候 他会在经济上不断地支持我们 我们是不会跌倒的 我们是很硬 这些就是我们的良享 还有很棒的 第二件事 宗教为什么要熟 宗教熟了 在当时的日子里 宗教为什么要熟 人以为怎样可以令人相信耶稣 其实他们只要realize 他们自己跟着那些宗教的时候 多么混混混 生命没有出路的时候 其实 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人生里唯一的盼望 我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说 难道你的宗教 混混混的东西 是否一些自己创造出来的宗教 自己走去品尘的东西 是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解决不了 唯独这个真真正正的基督 真正的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接触到福音的时候 你的棒棒式 恩信清义 清义之后 以得到荣耀 这个是罗马书里面 上帝所决定的plan 好了 继续了 叫杀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 不用说你杀种 接着要等时间再收割 不用 一杀种 因为现在的杀种 天国的种子和以前的种子不同 和宗教的种子不同 宗教和善行的种子 需要时间去磨练 你需要锻炼自己 但原来 福音的种子你杀进去里面 人就会醒 一醒的时候 他就会捉紧了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他就不能再回到以前 那个混混世界里面的时候 你发现所以杀种和收割 是同一个因素 所以可以一起快乐 俗语说 哪有人杀种,者有人收割 者话可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其实这样子 在宗教上面 如果他们说得越来夸张 越来越失实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们帮你杀了种 很老实的 你只要把真理一说出来 你一醒 他当然会跟回真理 不会再跟宗教 很简单 所以我们不用 怎么去叫做好劳苦的作用 除非我们所说的又是宗教 他们又是 慢慢地滲入里面的人 人就搬伤搬义 没办法 十九节 那成雷有好色撒玛利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夫人作见证 他将我素来所行 一切是给我算出来了 他用罪 他用罪 去证实 不是悔改 他不是用悔改 他用罪 还没说悔改的 topic 他自己用罪去见证 他是基督 那些人就信了 他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生命如何改变 我变成一个什么好人 这样去见证 人才相信 不是的 他只是说 你看看他把我的罪全部 说出来 他会不会是基督 这句爆出来的时候 人们觉得他已经不记得了自己 眼泪只有基督 亦都相信 基督是绝对接纳他的 接纳他 所以只能记得到 你怎么可以这样爆出来 他真的可以这样爆 有了福音的答案 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是不需要太过介意的 直接是 直接是拿自己的 他而已 是罪就是罪的身份 就见证了这个是耶稣 基督 人就根据这句话 就信了 所以此 记住 有一个方式写下了 四章 这个是一个 很挑战 教会里面 那一班人 是不是你的行为要做端正 做到法利错人 那些人才信到耶稣 其实他们信了 不知道自己信了什么 信了这些好行为 对不对 因为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所以此其实现在他们只因为 来到见到耶稣 便对苦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你的话 是我们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很exact definition 很被祝福的一群人 他们可以直接知道 耶稣是基督之余 还知道祂是救世主 Savio 四日三节 过了两天 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 去加利尼去 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 他说先知在本地里 是没有人尊敬的 就像这样 对不对 我说福音 是自己人 我说 其实我不是很受 honor 对不对 他们一定要当我像 好像不知道哪里浸了咸水 回来的时候 才能听我说福音 对不对 从小看到我长大 都会觉得 这个David就是David 不会觉得 中间有良光 不会觉得上帝 在口里走出来 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 amaze他们 叫他们牙口无言 但永远都是这样 耶稣都是这样 到了加利尼 加利尼人 看到他在耶路撒冷 过节所行的神 就是接待他 都接待他 都是敬人 因为他们 他们有时上去过节 耶稣到加利尼的加拿 就是他从前 水面走的地方 有一个大神 他的儿子在加伯龙患病 他就 听见耶稣从犹大来到加利尼 他的儿子在加伯龙患病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 求他一起去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就来死了 耶稣对他说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这句话 要听清楚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第一件事 我用很简单的诺书来看 耶稣说这句话是赞赏他 还是贬他 第二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差不多的案件 是一个白夫长 是一个白夫长 和他的神福病了 耶稣就 他就来找耶稣 耶稣就去说 我们一起去见他 接着白夫长说 不行 我是一个外邦人 我不敢来 我不敢邀请你来卸下 因为他是外邦人 犹太人不会去外邦人家 他很尊重犹太人的身份 尊重耶稣基督 就说其实我是world of command 我是一个军队的额头 我知道 只要你是有权柄的时候 你说就可以 你宣告我的仆人 就会好 耶稣就说了什么话 他就说了什么 你这些人 你不见神迹就不是 耶稣就说 哇 究竟哪里有这么大的信心 就算是全以色列都没有 全以色列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竟然是外邦人 连 拉他去见他病的仆人 都说不用你说一句就OK 这个是什么信心 耶稣就赞他 对不对 但是这个case 你看看 这个case一样来找耶稣 但是这个是犹太人自己人 甚至在他 他来到加利利的时候 他去找的时候 求你来救我的儿子 不是仆人 对不对 他就是死了 耶稣说一句 哇 你这样的信心来找我 不是 耶稣说一句是什么 哇 你这些这样的人 不见神 就是你就是不信的 行不行 所以 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 我们明白一件事 这两件事 听下去的时候 记住 是否合理 听下去也很合理的 因为你 进来的时候 你的intention 已经告诉你什么 一个就是告诉你 你只要说一句就可以了 我相信你的 我是man of command 我肯定来得 不行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你快点来 其实反过来 就是耶稣一眼看见他 就不信的人 你这些这样的人 就是什么 虚虚伪伪 你不是走到穷徒 和末路 你都不会来找我 去帮你医治 all the way 对不对 所以因此 他真的是火灌 看到这些自己人的时候 自己人就不信他 他看见心底里面是不信的 你不见到神迹 你都不肯信 你问骂着是什么人 朋友骂着是什么人 你不想清楚 你身边的信徒骂着是什么人 而为什么信徒是这么信的 你看看楼上 说什么福音 你还说什么福音 就是根本是自己 都不信的福音的时候 你叫下面的人怎么信 那就遭到宗教的虚伪 去邀请耶稣 去医治自己的子女 耶稣看着他的眼睛 你这些人不见棺材 都不流眼泪 对不对 因为耶稣可以医治他 即是说他出来迎接耶稣 那一刻都是虚虚伪伪 用宗教的观点 希望耶稣平时行开神迹 其实是可以 临到他的儿子身上 搬信搬移 但是假扮诚实地去找耶稣 你说上帝或者耶稣 看着他 你怎会不扯火 当然是扯火 你根本也是不信 你要见到你的神迹 你先信 你见到你先信 对不对 耶稣是生气的 这个说 宗事不信 拿大神 arguer这件事 听着了 拿大神说 先生 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死 没有死就下去了 这句就已言 对不对 啊 神棍啊神棍 你快点 你快点 趁着他没死 你去做些 做些和属 发术 这个概念 多许可恨 多许可恨 比较外邦人 对不对 他说我相信你 你是有authority 你说他 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 我深信 哇 差多远 不是他做的龙凤 不是他宗教上的表现 一两个都表现差不多 但为何一个令耶稣这么喜悦 一个令耶稣这么不开心 不医你又不行 医你我又不医 真的 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火灌 不然耶稣也医了他 你也叫宗教上 你不医医医疑来找我 我不帮你 你死人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上帝有上帝自己的 欢迎大量 但你说他喜欢不喜欢 老实说他一定不喜欢 所以朋友 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用contract 信耶稣是拿个心 还有你是要听到一个真理 你不是眼见到你才信 上帝给了你一个很powerful的faith 让你可以用一个相信 去 drive你自己的生命 你相信不相信你是清义的人 你相信你自己是清义的人 你就会迈向清义的行为 自然说你觉得我是干净的 有哪个干净的人 喜欢自己的骷髒的 不合理的 对不对 唯独舌口里面说自己是罪人 自己是罪人 懒得在宗教上 如何牵卑低自己 觉得不好意思的概念 那些人 你越相信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罪人是犯罪的 罪人是犯罪的 然后罪人犯罪的时候 他为何犯罪 这个是一个启示 你叫自己做罪人 你日日都confess自己做罪人 你可以清义 这件事都比人性格分裂 其实在心理学上可以说是精神分裂的 因为你的行为是做A 但是你想去B 你不断称呼自己做罪人 你却希望自己能够清义 那就吹障 难道你不断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是可以帮到你成性的吗 成性的话 有两个 一就是自己骗自己的成性 第二就是自己根本不相信 或者你真的绝对精神分裂 不断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是可以达到变成性人的 可以的话你就可以了 以我那些要这样实施的朋友 真正的 不要紧的 人生时间也有一段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给一段时间 自己去尝试一下 你试试不断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看看你每个月怎样 不如你试完之后 给自己试试多一个月 不断称呼自己为一个疑人 你是因为基督的血而清义 但不要说自己行为好 是基督的血而清义 上帝是体量 无限的体量 不留的爱 他是很紧张你的信 对十字架完全的相信 十字架完全的相信 不相信自己的行为 纵然你都知道什么事 但不断地declare 去proclaim 你试多个月 看看你哪个月的performance 会好些 你看你哪个月的思维会清晰些 你看哪个月对上帝的信 会深些 没有一样因典是可以输给律法 因为律法从来告诉你 你看着你自己的行为 不是叫你看着耶稣的十字架 这些罗马书里面有机会再说 所以因此这个大神就这样 求他求他做些事 在他儿子死之前 他腦里面的信就信了这些事 死了就没有了 很搞笑 耶稣对他说 耶稣说了什么 耶稣说了这个话 回去吧 你回家吧 你回家吧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没有兴趣去 visit 这句话是John寫的 See everything pretty 就回去了再下去的时候 跟着他伯人迎见他 说他而知活了 你要看清楚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 为什么他要问哪一刻 因为他还要查一下 耶稣基督的timing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查耶稣基督的timing 对不对 你的儿子活了回来 他要查一下是哪一刻 是哪个位 你为什么要查一下 因为你一向都解开大陆逢的 你儿子活了不是最curious的 第一个问题 你这件事是哪个时间 你要查一下时间 其实这些是什么人 所以约翰说 他信了 这是约翰的judgment 我尊重使徒来的 他说的当然是 我要尊重 或者耶稣基督说 你回家吧 我真的信了 whatever 或者行为上是这样 算了 他就问什么时候 他们说 昨日未时 而就去了 他这个人就知道 这正是耶稣基督对他说 你儿子活你的时候 他自己或全家就信你 所以无论怎样都好 到最后我们真的信了 约翰这样说 OK的 我希望真的这样 不行 但是问题之后 究竟是什么事 究竟是什么事 你应验了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 你不看见是神迹 你都不会信 我只是说 你不看见是神迹 你都不会信 看死他 我就是为什么 他回家还要查个时间 查个时间才决定 这个究竟是不是神迹 这个神迹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是他们诚心去找耶稣基督 还是耶稣基督说 你儿子活了 那一刻 后来他查到信了 都叫他轮入天国 所以都恭喜他们 所以多么怀怀 多么黑人憎恨也好 他都轮入天国 上帝的恩典真是很nice 我都被我吞了火 不过 我这些人 绝对不能接近耶稣基督 耶稣是很nice 完美的 终于他不开心 我真的表达了不开心 到最后 都令到他们全家信了 你要神职 扒给你 前面那些不是 我们身为外邦人 都不要这么做 不要做到这么低脏 不要 不需要走去 你证实让我看我才信 你证实让我看我还叫什么信 反过来你是男人 我们说男人 你是男人 你是有个脑子 你觉得可信就去信 用不需要人去试来试去 反过来他问你拿钱 你当然要小心一点 骗徒手法 尘取不穷 但如果人家在没拿钱的情况之下 你不可以豪一点去信 没问题的 你信了之后 他如果不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 你信了之后 应该没有效果 零效果 是不是 你朋友可能有多些 他有多些 不知道什么朋友 关系可能有多些 有些世涯叫做些事 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不是真的 但如果是真的 你就豪一点 豪给上帝 信了他 信了之后 他可能真是射到你 焦了 那你就执到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真的 信耶稣 有机会的话 你不用下下等他来聊你 你去主动 你去主动 你说 天父我想相信你 知道吗 我想相信你 我想和你建立一个 超越宗教的关系 在真理上 我想和你建立一个关系 我知道 你只需要诚认一样东西就行了 这个是内容的 今晚就和大家说了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二千年前 公元零年 现在二年一路 一路这样算 大概二千年前 耶稣基督 这个耶稣 你是上帝的儿子 为了我们的缘故 我们上帝的关系的缘故 上了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死亡了 没有问过你的意见 没有问过你的意见 他将你的罪完全cleanse了 因为我上得去的时候 我是见着你的样子 看着你的样子 还有记得你的名字 他说我是为你而上的 那么他就上了去 没有问过你的意见 对不对 将他的生命 和你的生命 完全的一下交换了 因为旧约的时候 上帝和亚伯拉罕 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纳了一个交换的约 就是一切上帝的都是亚伯拉罕 一切亚伯拉罕都是上帝的 所以因此当亚伯拉罕 将儿子献上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当做接纳了之后 就可以将自己的儿子 献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因此我们 因为这个纳的约 这个纳的约 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求什么上帝都要给他 所以因此他们要求律法 他们就要给 他们就炒一大锅 但是耶稣基督落到来 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刚刚好 因此他与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因为亚伯拉罕 和上帝立个约 人类同神立个约的缘故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面 为你的身份 罪 不是我只是说罪字 为你整个人的生命换了 如果你是中国人 其实更加能够接受这件事 这叫换命 换命 这叫改命 他拿了你的命 然后扔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你一切以前的过犯 内疚 罪债 你需要的东西 以前的缺失 或者你以前觉得 甚至年纪大的朋友 你觉得 对子女不够公书教学 没有什么能力 有些内疚在里面 换了在上面 扔掉到十字架上面 而他将他的生命 上帝的儿子的身份 就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因此 当我们明白了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直接祈祷 天父我多谢你这份礼物 在我未知的时候 你已决定去为我们做了这件事 我在二千年后 今时今日 竟然可以知道 这件真事 这件好事的时候 我愿意接受这个礼物 让众人都知道 我是被上帝所爱的人 也都知道 上帝对他自己的救赎 的行为 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的 创造这个天地的世界的上帝 是对你这件事 是信实 在你的生命里面 就能够彰显出来 你只需要相信 这个十字架上面的事实 你就接受了 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什么救主呢 你接受十字架这份礼物 将你的生命 钉在上面 他将他的生命 swap 给你 从此以后 你就可以 称呼为 神的儿女 point number one 称呼为神的儿女 这个是逻辑 所以我们的灵魂体 我们的思维上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了 从这件事开始的时候 恩讯我们的清义的时候 我们如何清义呢 上帝的灵 就会进入 我们的生命里面 和我们的灵魂结合为一 所以我们经常说 圣灵 圣灵其实和你不是分得这么开 其实是结合为一的 它是结症 不是结症 不应该说这句 是Rua Haqqodesh 是被分辨出来的 很特别的上帝的灵 是上帝自己的灵 亦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灵 他和我们结合为一的时候 我们就有上帝的灵在里面 我们就有一种悟性 慢慢可以学习 听到上帝的说话 到基督再回来时 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换成 这个就是全盘的救赎 这个已经是启示录里面的 末日的日子 上帝一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一些 Transformer 因为那个字 罗马字就是说Transform 就是我们好像Transformer 变成一个身体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 我们日日如何换身体的位置 自己有空可以看看 因此 接受这个事实 你只需要向上帝祈祷 这件事 就是说我多谢你 赐给我的礼物 多谢你赐免我 或者多谢你 和我修补好这个关系 让我得清以为神的依赖 跟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In the name of Jesus 这个 遲些再跟大家解释 In the name of Jesus 你可以说Amen 或者 对了 就这样说Amen 都可以 那相似 你这样 你这样去 和上帝做了一个 比较 自己个人的交易的时候 你不需要理回宗教 你自己的生命 就可以见证上帝的实在 因此如果你做了这个祈祷 或者你想做这个祈祷 尽快 知道吗 早一日去领受 早一日去察觉 早一日去经历 早一日去改变 你就发觉 为什么我不能做一点 问题就是 你不用等 好一点上去就做 为什么这么害怕 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 大家可以这么相信 很简单的 我们看完它了 所以因此这个人 就是说一定要眼见才肯相信 在上帝的眼里有什么 taste 这个人没有 taste 所以因此同样地 赖多一个scripture 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作炎作光 知道吗 我们如果炎若失了咸味 就是那个taste 知道吗 炎若失了咸味 又没有taste 就没有用了 没有意思 所以taste 我们身为作炎的人 其实很简单 你的faith在哪里 炎就是你的faith 你作炎作光 你就是世上唯一能够带给人信心的信心 基督徒没有东西可以说 基督徒是不是代表成人 当然不是 基督徒都是罪人 你没有罪的话 你做什么基督徒呢 基督徒有什么特点 基督徒的特点就是 你的faith 你是信的 你是信的 你是信上帝 你是信耶稣基督 过于你信于你眼前一切的东西 你是 a man that believe a man that have faith 而你的faith 是会产生世界的power走出来的 恩信 我们频信得着一切 我们就继续频信得着其他的东西 不需要搞错了 要我们用什么修炼才收到回来 修炼收到回来的东西 绝对跟基督的十字架无关 因为十字架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ask and receive 我们就自会流露出来 所以因此 圣经里面说的是果子 不是说行为 虽然果子都是行为 但是果子要慢慢生出来 不是你硬是说 Beat 就Beat 到出来的了 今晚就到 有人form 4 章完结了 希望下次大家会继续 跟我们走这个有人form journey 那我问一下 有没有朋友想问一下问题的 那你现在可以问一下 在WhatsApp Group 上问也可以 在Facebook 上问也可以 我给大家两三分钟 好 各位 大家 静静一点 就告诉上帝听 我今天相信你 但我有件事想加在你手里 试试让上帝给个机会证实 告诉你 你所信的是对的 第二件事记住 千万不要说上帝帮你做事 但天父爸爸真是爱惜我们 我们软弱的时候问的话 其实他是OK的 你都可以努力地吸 其实有一个很juicy的位置 都给大家记住了 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大的reflation 是很奇妙的 关于死了三千只猪的奥秘 竟然上帝都开了他整个作为给我们听 一样东西就是 你如果明白了这个奥秘之后 你就知道 没有人有可能有这个智慧 改过这本圣经 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死三千只猪 有机会真是很juicy的 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比喻 跟这个其实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其实 撒玛丽亚妇人 撒玛丽亚妇人 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不是犹太人的地方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人 经过耶稣基督洗练之后 他变成了整个区的传道者 而那个三千只猪一起死的同一样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而这个又改变了之后 他又变成了附近的十个town的传道者 这是很厉害的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我先回答一些问题 刚才有个问题 有个朋友问 是不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会很快到 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跟大家讲 其实世界末日 在启示录里写得很清楚 但不知为何那么多年 基督徒都是 都是看到乱晒的 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你看启示录的时候 一定看到 但是花少时间揭几个月 你看得到 世界末日不是一日 就算你不看那些经文 跟着走 起码都看到两个三年半 加三年半的东西 七年 不是一个 instant 那是世界末日 不是这件事 第二件事 大家看启示录的时候 看到落尾 落尾就是说 你看到不是 双一下变到天国 不是的 耶路撒冷会回到这个地下 接着有成一千年的千禧年 是基督要在地上 做皇帝去管治 我们也有份的 还是这个地球的 你可以说这个阴功 还是这个地球 但是这个地球 有上帝的新世罗撒冷降临 在这个世界里面 火湖所谓的地獄 火湖原来又在地球 可以扔到火湖 不是扔到哪个压空间 扔到地球 所以因此 很多东西在 启示录里面写得很真 不过人幻想得太小 很多东西都会看到 觉得很奇怪 有机会 就是我和Hanlon 都会查完启示录的 所以看得到 末日不是我们所想的 第二件事 老实说一句 你说 我们进入了末日的时代 还没有呢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 我很肯定 我都觉得 在事务前的 第四个号至五个号 已经在响 在想紧 全部都是Sequential 来走的 亦都不需要一个圆结 才能到下一个 对不对 一个开了 就开给第二个 那一二要一起走 那一二三一起走 一二三一起走 那你就问自己 我们的疾病是不是多了 奇怪了 那些micro-minion 那地震是不是多了 那我们的经济上面 是不是弯了 是吧 假的复印 是不是周边都是 是那四只马达在那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很简单 有机会再和大家说 启示录 今晚就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